台湾版本的三星Ford4 三星Ford4看我来哈 我告诉你买什么版本的性价比最高 别逛英俊国航 性价比最低的就国航 现在来到环境美 给个大哥找一台全新的三星Ford4 Ford4这款机器呢 市面上主要有以下几个版本 美版韩版是单卡的 并且不支持面容指纹支付 咱们直奔全新机市场远望哈 咱们来看一下这个国航新机的价格哈 256G的绿色是10500 那这台全新的台版Ford4需要多少钱 不要1万不要9000 8600块 差价将近2000块钱 它比港版还便宜个几百块 注意哈 是没有任何区别 双卡双代35G 所以嘛 我觉得就没有什么必要 多花2000多块钱买国航的 你觉得呢 同样也是又有一个四川大哥 找一台三星了 SRU 我也是推荐这港版的 因为这个机器没有台版的哈 市场没有货 所以推荐个港版的 也是比国航的便宜了千八百块钱 那个发飘日期呢 是5月6号的 今天才8号 就问您想不想 就完了 给这个云南的大哥找了这个富士哈 大哥上来就是找我要的是港版 他可能老号视频 知道这个港版的信仰比高 但是 他不知道台版的信仰比更高 为什么不经常发台版呢 因为台版的货比较少啊 经常没有货 所以呢 一边别人问我呢 我都说港版的 他今天有了台版的比港版还便宜一个几百块钱吗 不更香吗 把今天视频就坐这里哈 如果希望的视频记得点观众 拜拜